大家好,我是夏拉,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上一期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北美常见的一些花园肥料和室内肥 由于时长的关系呢,我们上一期呢,还有一部分没有讲完 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北美常见的一些花园肥和室内肥 我们先来看这个Miracle-Grow的Liquid of Purpose Plant Food 它是一款液体通用肥,它可以较快的呢,为植物提供营养 它适用于室内的一些盆栽植物,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花园 每次在使用之前呢,将肥料呢,摇晃均匀 然后呢,将液体肥加入我们要浇水的湖中 具体的肥量呢,要根据我们花园或者室内植物的使用面积来测量 准确的数据呢,大家可以参考产品的说明 接下来这个Quick Start呢,它同样也是一款液体肥 那在使用之前呢,也同样是要将肥料进行稀释 那它可以用于花卉,蔬菜,树木,灌木 还有呢,就是一些移栽的植物和幼苗 它可以刺激植物的根系生长 加快呢,花卉的开花速度 还有呢,就是有助于防止移栽植物的休眠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Tree and Shrub 这个肥料呢,它适用于桥木和灌木 它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只要在春秋两季各使用一次就好 它可以使长绿或落叶的一些树木和灌木的叶片呢 更加的茂密 还可以使一些开花的树木的花朵颜色呢 更加的鲜艳美丽 它的使用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将封闭的塑料帽呢,扣在肥料钉的顶部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找到树木的一个滴水线 就如上图所展示的这样 那打叉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要钉入肥料钉的地方 具体一棵树要用几个肥料钉呢 那当然是要看树木的大小 详细的数据呢,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去看这个使用说明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款兰花专用的液态肥 它的使用方法呢,也是非常简单 那在浇水之前呢,把肥料和水混合就可以了 它适用于所有的兰花品种 它不但可以使兰花的色泽呢,更加的鲜艳 而且呢,可以缩短兰花的御花期 使兰花呢,在短时间内呢,再次开放 下面这个Liquid Plant Food呢,也是一款多用途的液态肥 它通用于室内或者室外的植物 它的使用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直接和水混合之后,稀释以后呢,就可以直接使用 而且呢,它没有任何的异味 在室内使用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我们接下来来看北美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花园品牌 Promax 我们面前的这个Multi Purpose呢,是一款有机的通用肥 它也是一款水溶肥 它适用于所有的室内和室外的植物 包括花卉、水果、蔬菜、草药、玫瑰、树木、灌木、草坪、藤蔓 还有呢,就是一些地备植物和室内植物 在给植物浇水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植物的根部呢 快速的吸收养分 从而呢,获得更好的一个效果 下面这个Tomatoes, Vegetables and Fruits 也是一款有机的水溶肥 它适用于所有的室外和室内的水果和蔬菜 它不但可以增加西红柿、蔬菜和水果的一个产量 还可以提高蔬菜和水果的品质 下面这个Multipurpose呢 它是一款有机的花园多用土肥 它在给植物提供养分的同时呢 还可以改善和优化土壤 它适用于所有的室内和室外植物 包括蔬菜、水果和一些花卉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Blood Mill Plant Boost 它是一款加了血粉的有机肥 它非常适合移栽的一些花卉、水果和蔬菜 它也是一款通用肥 适用于所有的移栽植物 关于市面上的一些常见肥料呢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